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从这个开始啊 咱们就要去进军这个卷积神经网络了 也就是说呢 要把咱们的神经网络啊 再往上提高那么一个档次 咱们要走向这个上流社会了 那么首先呢 咱们还是先来说一下 这个神经网络的结果啊 大概是什么样子 也就是说呢 咱们要把神经网络玩起来 总共分几步呢 简单来说啊 分成了这么四个小步 第一步咱们说需要准备数据吧 你要干什么事 一定要先有数据 咱们才能去玩这个网络 数据呢 它是一个batch一个batch的啊 就是说咱们的数据啊 不是一个个来 是每16个一来 每32个一来啊 这个都是需要大家自己设置一下 然后呢 数据来之后啊 这有一个data了 咱们要让这个data 在咱们的神经网络当中 前向传播走一次啊 也就是说 要把咱们的数据啊 算出来它的一个输出 它的一个输出呢 可能是一个分类的结果 也可能是一个回归的结果啊 就是说不管什么结果 都可以去计算的 前向传播完之后啊 咱们得到什么啊 咱们是不是得到了一个损失函数啊 这个损失函数呢 表示着咱们当前的这个网络模型啊 再去拟合现在的这批数据上 一个拟合的好 还是拟合的不好呢 咱们用这个loss来进行衡量 那假设说啊 咱们现在拟合的很不好 咱们该怎么办呢 咱们是不是要进行一次反向传播了 进行反向传播 咱们就要去算一下 咱们现在这里有一个 比方说这是w3 这是w2这是w1啊 咱们现在有三组权重参数吧 这三组权重参数啊 好像不是那么的好 咱们希望啊 把这个w1w2w3啊 给它们调节一下 往一个最优的方向调节 怎么办呢 咱们通过反向传播啊 去计算它们的梯度值 也就是说算一下这个w1w2w3 分别对最终的loss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也就是说呢 咱们要怎么改这些权重参数 能使得咱们的loss值啊 越低越好 这就是咱们反向传播做了这么件事 反向传播做完之后啊 咱们还有最后一个事 就是说去更新 咱们刚才计算出来的参数 咱们啊 整个的网络就是这样一个循环啊 不断的前向传播 反向传播 更新参数 最后呢 咱们得到了一组最终的 比较好的w1w2w3 这样啊 咱们就把神经网络的模型啊 给它搭建好了 搭建好了之后啊 咱们就可以玩 玩分类任务也好 玩回归任务也罢啊 咱们就都可以给它玩起来了 好 那这是啊 咱们现在神经网络的一个小复习 那么下面咱们就来主要说一说 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啊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好 再讲咱们卷积神经网络啊 它的一个具体的支持点之前啊 咱们我先给大家吹吹牛皮啊 就是说咱们先来看看 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啊 大概都能干哪些事呢 一个最基本的事啊 就是说咱们神经网络 肯定能干一个事啊 就是说机器学习当中啊 最经典的一个任务 就是一个分类任务 比如说啊 咱们现在手里有很多的数据 你想做一些分类任务 让咱们的机器啊 知道哪个是猫 哪个是狗 或者说哪个是豹啊 哪个是船啊 哪个是车等等啊 就是说咱们做一个任务 让数据来了 最终呢 能输出来一个类别的标签 咱们把这样的任务啊 叫做一个分类任务 其实呢 咱们卷积神经网络啊 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任务啊 就是咱们的这个分类任务了啊 这个任务啊 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 下一个任务什么啊 下一个任务叫做retravel retravel什么意思啊 这个意思啊 翻译过来是个检索 其实呢 我更喜欢把它给它说成是一种推荐的东西 比方说啊 咱们这里现在有出来这样一个花 现在有这样一个花之后呢 我不是想得到这个花 我是想找出来这个花的同款 咱们能帮我找一下 哪些东西啊 跟咱们的这个输入比较像 这个东西大家见不见过 现在淘宝上是不是 咱们搜东西说 不光可以输入一个 不光可以打字输入吧 比如说我想买个电脑 不光可以打字 咱们打个电脑 咱们也可以把这个电脑给照下来吧 咱们也可以发送一张图像 发送一张图像之后呢 它就会自动帮你检索一些相关的产品出来 这些功能啊 都是已经比较常见的 或者是咱们在浏览网页的时候啊 见没见过咱们这块看了某一个衣服 然后旁边啊 它有一些京东啊 天猫啊 淘宝啊 广告是吧 给你推荐一些同款 那么这些推荐同款操作啊 都可以由咱们卷积神经网络 帮咱们去完成 好 那么下面一个更核心的东西 就是这个detection detection是什么意思啊 首先来说啊 就是说这个detection啊 跟咱们的分类有那么一点关系 咱们来看啊 一张图像 咱们需要干什么 咱们需要把这张图像里边的物体啊 都给它检测到 检测到呢 就是说 不光咱们要说出来 咱们这个 这块有个东西 咱们还要说出来 这个东西是什么 咱们来看这个图 就是说这里啊 我框上了一个车 这块框上了一个人 这块后面也框上了一个人 也就是说呢 这个detection啊 其实它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 要把咱们的这个框给它找到 咱们需要知道啊 什么样的地方 它是一个物体 那么第二件事呢 就是说 这个框里边啊 咱们知道了 它现在是个物体 它究竟是什么物体呢 就是说detection 同时做了两件事 分类和回馈 它是一起来做的 这个detection啊 咱们之后啊 可能会详细的说啊 这个detection这个东西 还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啊 也是学术界啊 普遍都是非常关注 这个detection的操作 然后啊 咱们再来说一说 这个sigmatication sigmatication的意思呢 叫做一个分割啊 比方说 现在这样一个图啊 我们看啊 其实这个图啊 来说是由一部分元素组成的吧 它有什么组成的 它里边有啊 咱们上面这个图啊 看不清 咱们可以看下面这个 它是不是里边有人 有树 还有一些 像是一些花坛式的东西啊 那么这些东西呢 其实啊 咱们可以把它想象成 一个一个的元素 咱们需要啊 把这些元素 给它分离出来 就像说 我好像我可以按照 这个人的模子 给它画画画画画 给它画个模子 然后呢 把它裁出来 是吧 咱们管这个东西啊 叫做一个sigmatication 图像分割任务啊 其实咱们也是很常见的啊 咱们之后啊 也会再续说 然后呢 咱们上点高端货啊 就是说 咱们刚才说了 这个detection啊 是咱们经常常见的一个东西 在哪能常见上 其实啊 现在炒的比较火的 就是这个自动驾驶汽车吧 这个自动驾驶汽车啊 需要你干什么 你是不是说 需要进行不断的 实时的检测啊 你需要知道 前面有什么 右边有什么 以及呢 这个树上挂了什么 对吧 需要把前面 所有能检测到的东西 也就是说 所有你能detection到的东西啊 你都要给它拿出来 哎 这个就是说 无人驾驶汽车 做了一件什么事 然后呢 咱们要说的 就是说 哎呀 哎呀 这个东西就是说 现在啊 咱们要做这么多任务 咱们拿什么来去做呢 是用咱们的CPU来做 还是用咱们的GPU来做呢 一般情况下来说啊 咱们在做深度学习任务上 如果说 大家有条件 还是推荐 大家用GPU 就是说 用一个咱们图像处理单元 去训练咱们的网络 为什么咱们不用CPU呢 因为啊 咱们的CPU的计算效率啊 要远低于GPU啊 就是说 大家有条件 推荐大家用显卡来玩这个事 现在视频上 其实显卡很多 我觉得大家 不知道大家经济条件怎么样 其实呢 经济条件可以的 就是说 在咱们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这个1080还不错 以及呢 这个TITANX也是不错的 这两个我都玩过 如果有钱呢 咱们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TITANX或者是这个1080 1080啊 好像大概是5000来位钱吧 然后TITANX可能贵一些 8000来位钱吧 有什么区别啊 这个1080是最近 不是最近 是前一段时间新出的 TITANX呢 是比较老的一款产品了 但是呢 这个TITANX啊 它的显存比较大 它是一个12G的显存 这个1080呢 它是一个8G的显存 同学可能会问我 这个显存有什么用啊 什么12和8呀 什么意思啊 这个显存呢 就是说 当咱们训练一个网络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要把输入数据 给它输进来啊 数据是不是要占一定的内存啊 然后呢 咱们卷积的模型里边 有很多参数吧 这些参数 是不是也要占一些内存啊 咱们就是说 这个显存越大 咱们一次呢 可以输进来的模型也越大 一次呢 可以迭代的这个Bitch啊 也会越大 所以说呢 一般我推荐啊 咱们还是使用 显存比较大的比较好 这样呢 咱们训练起来啊 会玩的比较爽 一次呢 我一个Bitch迭代128个 好不好啊 对吧 咱们可以把这个Bitch啊 设置的更大一些 这是啊 咱们在推荐同学们 就是说咱们有条件 咱们可以这么玩啊 那就是说啊 哎呀老师啊 我是个学生啊 我没有这么多的经济啊 那么怎么办呢 其实啊 咱们拿CPU啊 也是可以玩的啊 拿CPU训练 咱们卷积神经网络啊 拿Cafe玩 拿TensorFlow玩啊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只不过说 一个快卖的问题 如果说你的网络模型啊 还是比较小的话 用CPU来玩啊 也是完全可以的 之后呢 我讲那个卷 不是之后啊 讲那个Cafe的课程啊 我也是在一个CPU的环境下 去给大家演示这些事例啊 就是说 DPU和CPU都能玩 哎 看你自己选择的一个条件了 好 然后下面啊 咱们要说的就是说 现在比较火的一个东西啊 叫做什么 人脸识别 对吧 哎 好像要出一个 刷脸登陆 然后刷脸支付的功能 这个东西啊 说了好长时间 但是啊 最近也一直没有实现 也就是说呢 咱们卷积神经网络啊 能进行特征的提取 这点很重要 其实呢 卷积干了件什么事啊 它就是要提取 咱们输入的特征吧 我们来看啊 这是一张点 咱们把这张点啊 给它输入进去之后 咱们能得到什么 咱们能够去得到 它的一个特征 对吧 我们来看啊 咱们通过了卷积啊 这就是卷积的一个 中间的结果 通过不断的卷积啊 咱们可以看到 现在某些的点 是越来越亮了吧 越来越亮的点 代表这个点 会越重要啊 也就是说 咱们卷积神经网络啊 可以进行一个 特征提取的操作 然后呢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做一个 Pose Estimination 就是说 咱们可以进行一个 姿势的识别啊 看这里啊 它画出了很多的盖啊 好像是能把这个人 干什么啊 给它识别出来 其实呢 它是怎么做的 它就做了这么一个事 叫做关键点的定位 咱们说 是不是要判断 一个人什么姿势啊 需要找出来 他的一些关节的点啊 比方说 这个肩膀上两个点 胳膊肘上两个点 然后呢 手上两个点 咱们需要啊 对人体进行一个 关键点的预测啊 就是说 关键点定位的操作 这个操作是什么 这个操作啊 它就不是一个 回归的操作啊 它就不是一个 分类的操作了吧 它是一个 回归的任务啊 咱们可以用 卷积神经网络 进行一些 回归的估计 好 然后啊 咱们再说一些 比较市面上 比较偷用的 这个什么 这个是咱们的 这个 那个什么 标志 叫什么 车牌啊 或者是标志识别吧 就是说啊 咱们啊 现在可能大家 也是看到了 咱们车啊 一进哪 它就能给你 就是提示出来 这个车牌子 是什么吧 咱们卷积神经网络啊 做这个车牌识别事啊 绰绰有余 然后呢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字体的识别吧 手写字体的识别 比如说啊 你写个什么字 中文呢 可能识别起来 比较费劲 但是英文呢 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其实呢 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啊 它第一次登上 这个历史的舞台啊 是因为一件什么事啊 这里再给大家多扯一扯 就是说 第一次啊 有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啊 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事了 那个时候啊 美国的银行啊 就是说 哎呀 他们当时怎么办呢 美国人比较潇洒 动不动写个支票 什么玩意的 什么玩意的 对吧 然后呢 人呢 就拿这个支票上银行 对钱去了 人 然后银行这些贵远啊 就离哎呀 一个个识别 这个人是不是他写的 哎呀 这个金额是多少 一个个对 这样比较麻烦 对吧 所以说呢 当时上个世纪90年代啊 美国的银行就已经使用 这个卷积神经网络 来进行这个手写字体的识别了 可以说啊 就是说 深度学习啊 不是咱们现在 突然爆发出来一个东西 它是通过一个时代演变而成的 很久之前啊 就有了这个卷积神经网络 只不过说呢 当时啊 没有 没有被得到重视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数据量不够 当时的计算的瓶颈啊 太大了 但是呢 这些东西啊 在咱们现在一个大数据时代 在咱们现在一个有GPU啊 还有高性能的CPU的时代 这些都不是事了 然后左边什么 左边的这个是进行一个 好像是在做一个癌细胞的判别吧 它可以去分辨一下 你这个细胞里边 哪些是发生了一些突变啊 就是说 咱们的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啊 在工业上 在医学上啊 在很多的页面上 都是有着非常不错的前景的 好 下面这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叫做Imagine Caption Imagine Caption的意思 意思呢 就是说让机器能能看到你这个世界 或者说让机器能读懂你咱们的这个输入是什么 咱们来看 第一个图 咱们它是一个人 在是开着一个这样摩托车吧 然后呢 咱们把这张图像给计算机了 计算机就会给咱们返回一个结果 计算机啊 就会说这么一句话 一个人在骑一个车 对吧 计算机是怎么看到这个东西呢 其实啊 我们一般把这个东西啊 叫做CNN加上LSTM 也就是说呢 这个Imagine Caption啊 不光是由咱们这个卷积神经网络来做的 还是要由咱们的记忆网络来做的啊 这个LSTM啊 后期也会给大家讲到 然后呢 这个啊 就是之前给大家说过了 有一块东西啊 叫做Presma 现在啊 也是比较火的 这个Presma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咱们可以把图像啊 分成两部分 假设说 我现在有一个图像A 这个图像A呢 它是一个内容 然后呢 还有一个图像B 这个图像B啊 它是一个风格 咱们可以把这个图像A啊 和图像B 进行一个融合 咱们可以做一个 叫做什么 Style Transfer 可以做这个操作 我们看啊 现在结果就是进行了一个 Style Transfer 咱们可以把随意的一些图片 加上一些繁高的风格 咱们可以做一些 非常好玩的事出来 这个东西啊 现在已经做成一个APP了 大家啊 就是说 Apple Study啊 我知道有 但是安卓啊 我不太清楚 Apple Study啊 咱们可以直接搜这个Presma啊 咱们就可以找到这个APP 咱们也可以自己玩一玩 它啊 就是拿这个卷积神经网络来玩 刚才啊 给大家吹了半天啊 就是说 卷积神经网络啊 既能做这个 又能做那个 那么下面啊 咱们就要来说一下 卷积神经网络啊 是怎么样实现这些功能的呢 也就是说 接下来啊 会大家非常详细的去讲解 卷积神经网络当中啊 每一个细节的知识